上場年半的特首林鄭月娥 將在下個月發表新一份施政報告 比較特立獨行的自由黨榮譽主席 田北俊會怎樣評價呢 你現在做得好不好就比上一屆好不好 從這個角度來說 我當然會覺得讚林鄭做得很好 她聽了意見就算不做 比以前上一屆特首 意見都不聽 變成市民覺得你聽都不聽的話 做都不做就更加難擔心 比較上我覺得她比上一屆 梁鄭月娥特首的時候 社會和諧很多 所以她的民望又高很多 是好很多的 你說CY自己想不想做呢 我也覺得她是想做的 但中央都應該想一想 如果採取CY強硬的態度 香港會不會更難管 是不是更亂了 雖然我覺得你做到國家領導人 你就去搞一帶一路 你就去搞大灣區 為什麼你是這麼不受市民歡迎 這個是市民民調出來的 不只是我覺得她做得一般 如果你出來做 市民都不歡迎你做 你做來做什麼 不撇開比較這個角度來說 她是否做得很好 擺明當然不是 如果是的話 我們剛才說的問題 就不會搞成這樣 她是防守營特首 什麼都守住 你問她 那23條是甚麼 23條憲法上我們要做的 她又說什麼 即是適應的時候 又要量度一下時候 根本就在射 你正改如果要限制一步 你也要重啟五部曲 你第一部曲 都消息全部 那你是不是拿正改 又不動 23條又不動 那拿爭議性的全部不提 我覺得她又不是一個人做到 做完五年一定要連任 而連任的時候 她就會夠膽為香港人做某些事 或者夠膽為北京做某些事 我不覺得她是這個人 但你說叫她現在不做 到下屆給她連任 她過了一個很強硬的23條 到她做完十年落台的時候 被人罵到滾在那裡 她又絕對忍受不了 我覺得她下來那天 都希望掌聲 我認為今天根本就是個時機 天下太平 什麼都好碰的時候 我的師姐比起2003年 又有沙士 又有負資產 失業率有9% 今天香港各方面來說 是太平的時候 你過了23條 是施二後難 我覺得是絕對過得到的 因為每過幾年 你的法例再收緊一點的話 市民就更加不接受了 所以我覺得反違 是你拿出什麼東西出來 去過 就不是說要等一個更好一點的事舊 哪裏輪到建制派的主事 建制派受到的指示 重要是支持 特區行政長官依法施政 即是說特首說什麼 你就做什麼 其實即是說北京我說什麼 特首做什麼 你建制派的議員 就舉手贊成 絕對不需要擔心 建制派會得反對 總之北京支持的東西 建制派就絕對不夠膽反對 建制派的議員 文字幕志願